倾听故事,感悟成语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成语 我是紫月 今天将要遇见的成语是 运愁为我 分开来慢慢朗读 运 愁 为 卧 运 愁 为 卧 运愁为我 运愁 指筹划策划 为卧 指军中的营帐 运愁为我 字面的意思是说 在营帐中策划制定作战方法和策略 这句成语常常来描述一个人处理棘手问题或管理复杂项目时有很强的能力 所以运愁为我 所以运愁为我 所以运愁为我是一个好的包一词 运愁为我最早出自于史记高祖本记 原文说 原文说 这里的紫房是汉朝有名的将领张良 故事是这样的 秦朝末年 由于皇帝残暴的统治 使得百姓非常痛苦 人们纷纷地起来反抗 天下大乱 当时一个叫刘邦的人 他在自己的家乡做一个叫亭长的小官员 他看到了秦王朝将要灭亡的大趋势 就组织了一支小队伍 加入了反抗秦朝的大军 开始的时候 刘邦的势力非常弱小 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他们逐渐地壮大了起来 秦朝灭亡之后 很多的起义军都有了自己的势力 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 便是由项羽带领的起义军 在战争结束后 项羽封自己为西楚霸王 并把首都定在彭城 掌握了实际的权力 他知道刘邦非常聪明 所以非常忌惮他 于是就依仗着自己强大的势力 占领了许多富有的地区 并把偏远交通不便的汉中一带 给了刘邦 项羽希望把刘邦困在那里 使他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所以又在汉中的周围地区 封了几个秦朝投降的将领为王 刘邦也有当皇帝 统一天下的野心 经过了几年精心的准备 他开始了与项羽争夺天下 开始的时候 由于项羽领导的军队太过于强大 刘邦的军队一直在打败仗 甚至于他的父亲与妻子都被项羽抓去了 但是后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 刘邦的军队逐渐占有了优势 最后他在该下设下了埋伏 包围并消灭了项羽的主力军 项羽知道自己已经输给了刘邦 便在乌江的江边自杀死掉了 于是刘邦做了皇帝 统一了天下 称汉高祖 有一次刘邦在举办宴席 接待群臣的时候 他问他的大臣 请各位大臣说实话 当初项羽那么强大 而我又那么弱小 为什么他会被我打败 而失去天下呢 有个将领抢心回答 项羽为人严苛 不知道体恤下属 并且性格粗暴 经常欺负别人 而您为人宽厚 知道爱护和尊重人才 项羽赏罚不明 将领们打了胜仗 夺了土地 也得不到奖赏 而您 却给那些有功的大臣 更多权力 使得他们可以和您一起 共享天下 您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戴 这就是项羽失败 而您胜利的原因吧 大家都认为 这位大臣说的很有道理 刘邦听到后说 你说的有些道理 但是都没有说到根本上 在营帐中策划 使得千里之外的战斗 取得胜利 这方面 我是不如张良的 安置百姓 解决粮食的供应问题 和调配物资方面 我也不如萧何 领导军队 在前线打仗方面 我更不如韩信 但是 我却能够使用 这样了不起的人才 这才是我夺得天下的主要原因 项羽 项羽也曾经有过很多人才 但大多数都离他而去 最后他连一个忠心耿耿的范增都容不下 这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故事里 运筹帷幄 是刘邦在夸奖他的大臣张良 非常聪明 有才能 哪怕只是在营帐中策划 也能使得千里之外的战斗取得胜利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一次秦国与赵国的战争中 秦国一直在打败仗 情势十分危急 张仪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 那就是假意投降 来取得敌人的信任 然后趁机攻击 以此来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个策略最终得到了 秦朝皇帝的认可 张仪又提出了一个 更大胆的计划 他建议在国境内 埋下许多漂亮的宝剑 并派人向赵国的国王告密 说是秦国要在某一天 发动一场突然袭击 赵国的国王听到了这个消息 赶快派人到了秦国的边境 那个人果然发现了埋在地下的宝剑 于是很快地回来报告了赵国的国王 赵国的国王听到这些被吓坏了 以为秦国真的有很强大的武器 于是决定暂时撤军 张仪成功地通过了秘密的计划 使得赵国的国王 使得赵国的国王相信秦国有很强大的武器 最终使得赵国撤军了 在这个故事里 运筹帷幄是形容张仪 在营帐中策划了一系列的事件 最后使得当时强大的赵国不得不撤军 这说明谋士张仪非常的聪明有智慧 两个故事讲完了 再来回顾一下今天遇见的成语吧 最后再来用运筹帷幄造一个句吧 好 今天的遇见成语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 我们下回见